各種版型都有它不同的搭配應用方式 還有它的呈現方法都不一樣 像目前我用的這個版型 它也是屬於免費提供的版型 那這個免費提供的版型 我覺得它還不錯就是 在每一個文章 這個是文章 每一篇文章它會有秀出這個小圖 然後還有它會自動截取文章的前兩行 然後還有它的竹子會寫在這個地方 那每一篇文章它都會取一張小圖 然後它的前兩行文章文字 然後在這個讀取更多點進去的時候 就會連接到這篇文章裡面的detail的頁面 然後這個text就是它的標籤名稱 那它的相關文章 就是相同種類的文章 它會有一個related post 就是相關文章就會呈現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是同一個類別的文章 你讀這篇文章的時候 它同類別的文章會跑出來 這樣就會增加網友的黏著度 它就會再去看其他的文章 所以這個樣本我非常喜歡 就是它又是免費的 而且它達到我要的需求 就是剛剛講的這幾個重點 那如果說你自己的文章 PO出去的時候它沒有這個小圖 那應該怎麼做才會有這個小圖呢 我們現在就來講解一下 好首先呢 在你的網址的後面打上寫線 wp-admin 然後按enter 這樣就可以到後台去 因為我剛剛已經登錄帳號密碼 所以它就直接跳到後台畫面 如果呢 你還沒有登錄帳號密碼的話呢 它會請你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然後到你的後台來 那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啊 你可以按右邊的這邊 右上角這裡的編輯我的個人資訊 這邊呢 你可以去把你的姓氏名字填進來 還有暱稱填進來 然後如果你要修改密碼的話 可以在這邊輸入你的新密碼 重新輸入新密碼 然後按更新個人資訊 那你的密碼就改好了 那如果你要PO文章的話呢 就按文章這個地方 裡面有一個全部文章 新增文章 分類跟標籤 那我們從全部文章先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文章 然後看這個文章 裡面有兩篇嘛對不對 生活美學分享空間 還有一個holloworld 這是預設的 那你可以把它刪掉 那先不要刪掉 先到前台去看一下 那登錄前台怎麼登錄呢 就移到這邊來 然後按造訪網誌 按住ctrl鍵 然後按造訪網誌的時候 它就會另外跳出一個新頁籤來 OK 那這時候你會看到 好 剛剛登了兩篇文章 叫生活美學分享空間 這是第一篇 Hello World 就是這兩篇 可是這邊沒有圖片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好 我們再回到後台 我們按一下編輯 去看一下這篇文章 OK 裡面 這篇文章裡面有一張圖片 好 我剛剛沒有點進去 我到前台去看一下 read more 或者是點這張圖也可以 點進去 好沒有錯 這篇文章它確實有一個小圖 OK 那我們如果也希望讓這張小圖 呈現在首頁 我點一下logo 它就會回到首頁去 我希望它呈現在這個首頁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呢 好 我先把它這個小圖 先按右鍵另存信檔 另存影像 我把它存到我的桌面好了 好這時候呢 那張首頁的小圖 等一下 logo回到首頁 這張首頁的小圖要在哪邊置入 就在編輯文章的時候的 右邊 特色圖片的地方 好 設定特色圖片 好 它就會請你去 OK 好 媒體庫裡面找 OK 有這張圖片 點一下 按設定特色圖片 好就進來了 特色圖片在這個地方了 所以呢 我按一下更新的時候 按一下更新 我們再到前台來看一下首頁的地方 點一下首頁 好 它就出現了喔 生活美學分享空間 這個blog的文章 就出現了一個小圖片了 那最上面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你可以看我的文章 這邊有一篇 兩篇 三篇 四篇 他都會去抓特色圖片 特色圖片 所以 你的文章 至少 至少要一二三四篇 好 我這邊是一二三四五六篇 至少你登個六篇以上 這個版面才會填滿喔 版面才會填滿 那你說如果超過六篇 或十篇 或十幾篇 的時候怎麼辦 你不要擔心 他會越拉越長 他不會 他不會 blog不會一直拉一直拉 不會越拉越長 他這邊會換頁 有沒有 第一頁跟第二頁 你看喔 我這邊有 一二三 四五五篇 然後就換第二頁 我按第二頁 這邊有 一二兩篇 所以 一頁呢 只能容納五篇 那 可以修改 可以修改一頁多少篇 在 在這個 設定 然後 閱讀的地方 它這邊有 網址顯示最多幾篇 好 我就設定 五篇就好了 五篇我就要換頁 這樣才 能夠避免網頁拉得太長 好 然後底下 其他的我們就先不用管他 按儲存變更就可以了 那 這時候呢 你這邊的網站 首頁 你的首頁 這邊 其實他頂多就會修出 一二三四五篇 這邊 但是這邊會顯示六篇 這是綠色的 好 那第一頁這邊就只會顯示五篇 然後超過五篇的話呢 就會跳出來 剛剛那個 換頁的畫面就是這個 一頁兩頁三頁四頁 越來越多頁這樣 好 這個就是PO文章的方法 然後讓他會自動跑出小圖的方法 當然每一種布景主題都不見得一樣 有些他不需要去設定特色圖片 他就會自動去抓第一個圖 這個版型是需要這樣子去設定特色圖片的 好 那這一個 這個版型的文章新增方式就介紹到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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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這邊 這邊